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意 要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军耀下午两点 非要不可 好 欢迎来 九八新闻团天 说要不是非要不可 我让你非要不可的刘军耀 受药药 要到礼拜一 对阵下腰 咱们下是黄热山 黄大律师 黄大律师你好 姚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是 最近这段一个礼拜来 司法的案件很多判决 判决都出来了 很多判决 黄中秋的案子 大概是大家最关注的了 那其实还有其他一些 包括壮总统府的 被起诉了 创下有史以来 收押抗高最多次吧 是 然后呢 这个检方求重刑 希望说这个不要造成模仿效应 因为这个检方的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你们法律人 一直以来 从人类的生活经验里面去提取一些 为什么会有法律上这些刑责啊 就是用 因为你生活上有一些东西必须要用规范去规范它 然后有前车之鉴 这前车之鉴就是一个案例 因为以前有案例 所以我们就立个法 不行 为什么不行 那不行的原因是什么 对 然后这个呢 这个也是 也是呢 大家如果一个司法官他都能够去想到说 你这个起诉或这个判决 他对人民的影响到哪里 对这个社会制度的影响 是 好 那虽然今天我们会谈谈红仲秋 但是呢 在谈这个红仲秋之前呢 我想要谈一个生活的法律 可能大家呢 出国的时候啊 或者是在路上 碰到领检啊 我想你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我先讲这个案例好了 这个案例是 有一位这个小姐 OL应该是上班 那他呢 要出国的时候呢 结果在海关的时候呢 被人家拦下来 他说 小姐 你听说好像你有这个藏毒品 被检举这样 所以就把他扣下来 扣下来之后 把他行李啦 整个都从飞机上再拖下来 结果呢 飞机飞走了 飞走之后 他查无识据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他的假期就觉得说 他就被泡当了 嗯 这中间当然就有 然后 然后海关说 你是不是有得罪人啊 嗯 被遏罪 不具名检举 对 可是这样子 一个 这样子的一种 不具名检举 你会有什么跟谁有仇 就知道他出国时间就去检举 是不是 都可以让他的假期炸掉 真的啊 因为什么 因为他甚至有人说这种 之前说什么有炸弹的 谁有带炸弹 那个都很重 对 那个抓到的时候 不小心说也会有事 对对对 你不能随便乱讲说 我心里像里面有炸弹 哦 等一下 你说有 来不能飞 嗯 然后马上遇到 最近马航你看 飞航 对啊 哦 那个家人一定担心死的 是啊 而且还找不到 到今天为止 现在还不晓得状况了 哦 应该在海里面的话 就真的很难找 是啊 那所以 像这种飞航的问题 海关有绝对的权利 他可以去海上去把你扣下来干嘛 甚至把你的行程都给你打乱 飞机都没有了 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基本上你看全世界的海关 尤其是机场 是 包括甚至那个什么 在地的落地牵的那些 所谓牵出的官员 其实国家都赋予他们很高的驱力 也就是说 因为他负责国家的门户 包括进出的人 是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 像很多我的朋友落地牵 到那边不牵给你 就是不牵给你 嗯 原济遣返 就你也没有什么话好讲 原因 理由是 我看你不顺眼 对 看你不顺眼 以前曾经 比如说像我朋友很好笑 以前年轻的时候 常去美国 停的时间比较长 是 这次要再去美国工作 真的有工作的时候 他就开始怀疑你 之前是不是来这边非法打工 是 就不让你进去了 哇 你也没有什么 你就是回来 你就是已经飞到了 又飞回来 好 那我们的海关 我们有一个叫做海关气势条例 也就是说这是以前留下来 以前我们的 我们很严嘛 对 什么都不准出去 什么也不准进来 所以海关气势条例 给了相关的这些 航站的航警人员 或者是说海关的官员 有非常 就是你 你推了行李出来 就经过一个绿的 一个红的 你经过绿的 你想说不用检查 就过去了 他说过来过来打开 是 你能不能不打开 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他没有叫你打开 叫你过去 那个是 是放行 是放行 但是他要叫你打 他如果他每一个都要检查 也可以哦 还是可以检查 对啊 比如说你要进关的时候 要进去的时候 像之前不是反恐啊 对啊 鞋子要脱 对 皮带拿下来 外套要脱 什么都要脱 你能不能不做 不可以 也就是赋予这个 机场安全也好 或者是海关 因为海关会影响到 可能有走私的问题 很多人夹带东西 什么 海洛因都放在什么 吞到肚子里 对或者塞在缸门里面 都有 类似这样 他给海关很大的权利 但是这个案例比较有争议的是说 他是有人密报 对 谁 什么时间 怎样怎样 然后进到海关的时候 你的身份 一到海关他如果 他如果一连线就知道 哎这个人现在过关了 过来过来 通常会说 哎 请你跟我到小办公室 对 我也去过 真的吗 我好像是去大陆吧 因为我们的身份 比较特别 他们就说 哎 你的签证要等一下 是 要看一下 然后就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 哦 没有 欢迎欢迎你 他可能要查证 因为我们是民意代表 是 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很开放 嗯 你知道我等多久 嗯 你等多久 我等快三个小时 因为你是名嘴 哈哈 我的同伴啊 我的同伴 你是大陆吗 对对对 然后你知道吗 他回我一句什么 嗯 他说 刘先生 你也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哈哈哈哈 好 是 所以说我的朋友 通通在那边 哎呦 在那边等你 下一次不跟你 而且呢 下一次绝对不要 就不要落地签 你落地签 你落地签 我三个小时 那半个小时 还好 好 所以类似这样的 比如说海关有这个权利 但是它是一个匿名检局 匿名检局 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匿名检局 1999一大 嗯 隔壁有违禁啊 怎样怎样 很多匿名检局 其实你机关还是要查证 基本上的查证 对嘛 第二个匿名检局 就把人家当贼 是 因为搞不好他们是什么 有纠纷啊 对 或者是有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 看起来他就是要去聊情商的嘛 对没错 就知道他要出国的时间 是 跟地点跟位置 对 所以其实是 你某个程度 也要有一些 你不是有企图犬吗 对啊 企图犬 闻一闻他的行李 大概就可以知道 有没有东西了嘛 是 第二个你有必要弄到人家 没办法上飞机嘛 对 如果你查证没有 这个是不是要国陪 去不去啊 这如果我是他 我就建议他国陪啊 哇真的啊 因为你的确是造成了他 后面假期的损失 他已经负责饭店费 你要不要付 是 机票费你要不要付 那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去度假了 没有办法去旅行了 嗯哼 这个损失谁来负责 是 所以说 像这这样子啊 我把它扩大再扩大一点 你可以 某个程度你可以趕快检查完 对 趕快让他上飞机 是啊 而且 检查都 你都还没有检查出来东西 你怎么知道他有毒品 对 他只不过小小信 他不是在家里 家里说我要搜索 我要搜索几个小时 搜索票呢 对啊 搜索票也不会因为一个匿名检举 法官就开给你搜索票 对 我的意思就在这里 就是说 这人家是很严谨的 就我们一般的法律 已经变成严谨了 但是这个海关西事条例 是很久以前的 哇 没有怎么修啦 黄历委 麻烦你 赶快到立法院去 因为我们有很多法 都是民国二十几年到现在 是啊 都没有修的 你怎么可以让他这么大的权力 然后去把 人家一个人的假期 就这样毁了 对 而且你要有事实足任 他有什么东西 对 对 就说比方说 他有没有前科 他一打就知道了 他一打 你的 你的护照一查 就知道你是干嘛的 你这样拉行李 这样需要一个半小时 第二个你搜索 随身行李 马上就可以查完了 拉行李 对 拉行李 可能要花点时间 但是如果你 戴着弃毒犬 就结束了 是啊 所以说这个 而且当然 那个匿名检举的 有诬告罪 应该他们要 诶 这个是他们是主动 主动 那个 告发 还是说 还是说 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 这个小姐 当然可以去提出 所谓的诬告的告示 要被害人 提出吗 但是诬告罪是公诉罪 其实公务员发现的话 他也 他就一直全可以去告 对不对 因为正常来讲 匿名检举 你至少会有通点记录 对啊 就算你不知道他是谁 你也知道他是用哪支 电话打来 我不相信机关查不到 就算机关查不到 你去电信公司调通点记录也查得到 谁受理的 那个承办人 这样子就当成 就是 当成鸡毛当令箭 是 就把他当成一件很大的事情 说真的啦 他 这个比较好笑 他是 从台湾走势毒品 去泰国 应该要从泰国走势毒品来台湾吧 哈哈哈哈 对 你看 像那里多厉害 这包括犯罪的模式 都 对 就是如果价钱好 应该是台湾价钱好 真的 大家要从外面走势进来 很少会 台湾走势出去 对啊不是 台湾又不是毒品的生产国 对啊就是嘛 而且 都嘛是从那个菲律宾泰国这个地方走势进来的 对 怎么走势出去呢 所以说我就觉得说 好 这个事情给他的财量权太大 太大 所以说他可以当场去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 让 这就是议题两面嘛 就是说如果我们 比如说很多都是调查局限报 对 机场查获 大批海洛伊 是 那个真的要靠限报 那一定是限报的 对 但是这像这个感觉就是私人恩怨 对 所以你应该可以做判斗 而且我在想 如果这中间这个海关人员 跟那个逆报的人是有熟视呢 像你介绍这种线报 你是不是应该先跟警察机关联线 看这个人平常 哎 做什么的 对 上班族还是怎样 有航警局嘛 对 航警局可以嘛 马上去调出他这个人的各本机关资料 甚至 就是你通报到地方的派出所警察局 他们大概 都会 再怎么查也会知道说这个人在我管区 然后他每天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去问一下 你大概就不会发动这样的动作 哎 等一下 但他们不连线 对 海关 海关你今天接到逆报警局说有毒品的时候 我觉得他第一时间应该是要通报航警局吧 航警局 航警局要跟相关的单位连线 一起来那个嘛 对不对 就不会扯重乌龙啊 正常来讲抢工啊 抢工就不通报 对对对 他不会想说让你来尬一下 让你沾我的光 是 但是问题是这样的话就太草率 这样子你对于我们人民老百姓 现在的民智越来越开发 而且整个社会整个 而且科技那么发达 你所有的通年是非常的迅速 非常快的 但不像以前 以前什么都没有啊 你要去中华电信找那个基本资料 是不是 现在不用嘛 现在很快 所以说这种事情在发生在现代 我都觉得太超过 那就扩大一件讲的时候呢 在路边碰到林檢 林檢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意思 是 但是 好 林檢那时候翻一翻 看一看 好打开车厢 没事 走 可能不到30秒 不到一分钟 那还OK啦 还不会影响到你的整个假期 那时候说等一下 不行 我要怎样 你的坐墊底下可能有问题 不然就可以乱弄一通 就给你拖个比方说 拖个一个小时 那你现在的警察 不太敢这样的 大概都有一个基本的尝试 就是检查 而且看看你有没有酒驾 好 那如果有 有 發現你的车子是张车的 那不用讲了 是 如果有 比如说身份证 查证 有沒有前科 然後看看 如果你都不配合 那我可能就要更进一步的了解 OK 但基本上 目前警方的执行手册来说 大概不太可能会有太过分 太过分 第二天就上报 是啊 OK 所以说但是呢在海关的时候呢 碰到这样的情形 我看那个报纸有人建议 不是报纸 是苹果是报建议的 我干脆就点 他说 第一个 你全程用手机或DV来收贈 录音录影 每个人都有手机的嘛 可是我觉得这有困难耶 他会说 关掉 他怎么可能会让你收贈呢 这第一个 因为在 在海关 其实你不是现行犯 他是不能禁止你对外联络的 对 可是喔 你可以注意喔 通关海关的时候 他可以叫你 不要拍 不可以拍照 不可以录影 那你怎么办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是 你也只能够关掉啊 所以第一天 不一定可用 第二个 通知旅行社或航空公司 做好行程延误转机的准备 谁理你啊 嗯 飞机就飞了 他会理你吗 你通知旅行社或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会因为你这样子 因为你可能涉及 有人监局你有毒品 而 把你这个做好行程延误转机的准备 他的意思是说 下一班 你要去做下一班的意思啊 啊 那个都已经 那去来不及了嘛 好啦 第三点 我觉得是最变的 他说当场打电话 寻求立委等民意代表协助 这个实在是 没什么用 真的没什么用啊 欸 很多民意代表 都是很囂張的 记得上次有一个什么民众 打电话给我说 他的好像就是 朋友回来 进不来 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然后我们也是只能 我们做民意代表 我们只能去立委办公室去关心 因为我们也管 我们台北市议员也管不了 然后 委员那边就说 嗯 海关这边有规定 立法就是不能进来 原机回去 好 所以有用吗 没用 真的吗 但关心了解 原因为何 这是可以的 但是 你说要因为这样子 要影响到他的 他的执行公权力 但是像类似这个案例 就 我想委员就可以关心了 是 因为你没有东西 你影响人家的行程 是不行的 但是 比如说那种列管的 黑名单的 通缉犯的 那个 谁关心也没用 好 问题是 多少人认识立委 对啊 有立委的电话 你有 谁 如果听众朋友 你现在手机里面 有立委的电话 那表示 那表示 你在这个社会上混得还不错 不然 诶平民老百姓 谁有送到立委的电话 是啊 一打 哎呀 廖虎本 廖虎本 以前会有 不是啦 我的意思 如果是老一辈的 以前有廖虎本的电话 廖虎本 都会死 对 你那意思没有 好啦 所以说这个呢 我觉得 申请国赔去试试看 第二个 我觉得呢 海关气势的这一块 我觉得还要更严谨 某个程度 法律上的制度 程序 程序规定应该要更严谨 是啊 因为这个 我这样看下来是觉得说 这个事情 可以不必要弄到这么 这么 可以 这么大的 不要让他受到那么大的影响 是啊 那所以 我觉得民众的权益 越来越 大家的人权意识都很高张了 好不好 所以呢 这个事情 我希望不要再发生 那好 我们先进口告 廣告之后呢 咱们继续聊 好 那旧白宣告 刘君要受 又又 对这些消息 咱们像是王大律师 王大律师妳好 大家好 那咱们来谈谈洪仲秋 这个案子 其实我 这个结果 跟我预测的 有点像 但是 也有那么轻 你预测没那么轻 对 我预测这个事情 会 有罪 对 但是就是说 大家想的那么重 我那时候想说 你先从君审 一定要移到司法 这个 我那时候讲 我说这个结果 未必会像你洪家所预期的 对 所期待的 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然后到时候呢 如果又不符合你们家的希望的时候 那 那司法院是不是要 也要废掉了 因为君审 你不相信嘛 因为后来君审 已经废了 那现在司法 司法院你也不相信 因为他判的太轻了 那是不是又要废掉了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 但是呢 我把我的态度呢 先稍微点一下 因为 呃 恶法义法 常常我们常常在讲 这个司法的体制啊 我们大家一直在在讲说 司法不公抗议抗争 可是当然我们付出的社会成本 是非常高的啦 那所以我现在不晓得 这样的一个结果 宏家非常的不满意 那 后续会怎么样 我想可能又是一次很大的 社会成本要付出 我们大家等着看哦 但是呢 就回到这个案子本身 我觉得 今天的轻判 他有没有这样的道理 这三个法官 不管是审判长 裴喜跟受命法官 他们三个人 看起来 应该不像是 是 不需要冒着天下大不惠 故意这样 故意这样轻判 对不对 都已经那么大的一个 几 25万人白山君走上街头了 这个事情他难道不知道 国防部长下台 对不对 他的压力 对不对 所以他的压力一定很大 这三个法官 但是他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 他还判出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我相信也没有什么 国防部或什么去指导啊 不太敢 不敢 看起来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切开 就是说 他们三个法官是因为受贿啦 或受到上面的指示啦 所以呢 他们揣摩上意 判出这么轻的一个判决 我觉得可能性很低 很低 很低 来 那我们来看说 那为什么他会判得这么的轻 就你的法律人 先看这一点 我们再谈下去 其实我们看这个结果 大家会觉得 奇怪怎么逼的人 虐猫的还要轻 比那个领宗人 比领宗人还要轻 大家都这样讲 其实 回过头看这个案子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轩然大破 第一个就是 说真的 我自己有个小孩 你要把他养到二十几岁 然后送到你这国家里面去当兵 然后就这样死了 哪一个家长会 会算了 我想这是不可能算了 加上这个案这么的离谱 离谱到是 你看这次判罪重的 其实不是后面抄他的那个 都是前面核准 关禁闭 最判罪中八个月的 对 快速核准禁闭案 对 也就是说 前面的这些人 这个叫五四两旅 他们 因为 不喜欢他 或者是因为有什么原因 他去 拿小报告说干嘛 说要收证 要干嘛 违反了规定 因为他是士官 根本就不能关禁闭 然后这个已经很离谱了 第二个又 火速公文签合 然后旅长什么也不知道 早上七点钟 打过了 然后 公文还没到那边呢 人就先带去了 对 这个过程里面 种种就是 感觉 所有的人好 便宜行事也好 物衣恶整也好 对 这个行为在军方 能不能够被接受 所以就是人质的国防部 那个黑部 人家都觉得说他这样不对 如果 一般 你公司可不可以这样干 不可以吧 公务员也不可以这样干 公务员不可以 但是公司可能可以 公司 私人公司 他可能快就处理了 对 但是公务员不可以 某个程度来说 那都不可理嘛 你要按照程序来 所以判最重的是这个 对 然后 操练的认为他是 不知道他会死 所以他身体太差 是 各位 我从这个观点 我们大家来去除一下 我认为法官 这三位法官 他们的脑袋里面 其实跟我想的差不多 这所有的人 其实 有没有人真的要红中就死 你觉得有没有 我觉得一开始真的没有 嗯 我要教训他 对 然后随到这边来 我可能有交代说多照顾他 多训练他 等于说 回去拍看啦 对对对 就脑袋里面真的要他死的 应该没有 所以法院认为可能没有 也证明很难 也几乎没有 因为观点币不会死嘛 正常来讲 我就是修理他 其实军方 我相信当过病的男生都知道 对 就是修理嘛 而且哪怕讲说 这个抄戏 抄戏的意思 不是把它抄得很 让他很难过 对 但是真的会抄 把他抄死吗 我觉得那不是这个意思 脑袋里面 有没有致死的故意 应该没有 所以法院认为可能没有 对 那只是后来致死的结果 跟谁的行为有因果关系 现在是每一个人的行为 都跟这个死亡结果切开了 也就是 早上抄的 也不知道他下午会是 下午抄的 也不知道早上抄的 所以大家跟他的死亡结果 都没有关系 所以为什么家属 或者是一般人 会没有办法接受 其实像我会觉得 再怎么样 我的致死 我的死亡结果 一定跟什么原因有关系 对 而这个原因可能前面 五四两旅 那个关我禁闭的 其实是有点因果外期中断 这个我可以解释 施行拘禁 这个罪 绝对 绝对跑不了了 那只是 我在后面的死亡结果 跟这个操练 他其实已经有好几天了 而且洪仲秋他其实是有求救的 是 有发简讯 大家还记得吗 发给他们那个 发错了 发到旅长那边去了 对 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适应了 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某个程度 他是不是在他的 后面这个旅里面 他其实也有一再的求救 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接受这样的操练 他其实有没有提出来 那这些人在操练他的时候 你说像这个 刚去这边 陈奕勋 刚去这边 把他操得不得了的人 他也好像刚去 没几天 他也不认识他 他干嘛要让他死 但是相对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这些人就认为说 我有权力控制你 你装死 你耍赖 有那种心态 就像我们老师会觉得 你根本就是 根本就可以做的 你为什么不做 对 那种心态 你不要装死了 类似这样 就这个行为里面 其实我们犯罪里面 有一个叫做 做违反跟不做违反 不做违反是说 我做这个事情 我知道 会有这个结果 可是我 预期这个结果会发生 但是 我就看着它发生 这种情况是不做违 就这么多人知道他在求救了 知道他在这边 已经没有办法 适应这样的操练 甚至身体状况 已经相当差了 是 那 看着他发生 看着他 他总有因果关系 我个人认为 就是对法官来说 所有的人都没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 他这个人是白死的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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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则是不会死的 但是操练是会 对 这个操练的结果 是不是有 可能有死亡的遇见可能性 嗯 这个不算是不是有不做违反的可能性 嗯 这个法院可能就没有交代 他可能用法医的一句话说 因为他身体状况 嗯 太差 突然间恶化 所以变成意外死亡 嗯 其实石台平法医他 也说他从来没有说过是意外 嗯 他说的是不是自发性的 是他为嘛 对 他为就是不是我自己的身体原因 嗯 因为我不会自己没事中暑啊 然后把自己 把自己操到 我自己会 自己在那边中暑嘛 嗯 我如果不是因为碍于命令 我必须要去做那些动作 我今天的状况不会这样 嗯 所以 最后的结果 我觉得法官的认定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么多的卷证 对 还有人证的证词 嗯 甚至我们没有看到法医的结果报告 嗯 所以我们从这样推论 可能不尽正确 嗯 但是你就一个整体的案情来说 总有一个 就像之前要跟我们讲过 有一个人开车 撞死人 嗯 后来说不是这个开的 然后 就告隔壁那个 隔壁那个也说 有这个人说不是他开的 对 所以两个都没罪 所以我的人是被鬼撞死 对 一样的意思 你同样的事情只有一个结果 一个原因一个结果 而这个原因跟结果 都不是你们的原因 那我自己死掉了 嗯 这个其实是 就 这个相当因果关系 我觉得法官没有很清楚的交代 其实没有 为什么让大家今天会说他有问题 嗯 如果你很清楚交代 他的操练跟死亡的原因的中间的过程 嗯 他的因果关系 你为什么认为他是中断的 好 因为他身体不好 他自己死掉 嗯 那说真的啦 那以后 你的孩子你还敢送进去 嗯 他可能 现在孩子都是草莓族啊 嗯 他只要操练他就是自己死掉 其他都没有关系 嗯 这个是没有办法说服的 好 那我们跳 我们就用我们在看这个案子 客观上面我们去看的时候 嗯 洪仲丘的这个死 好像是一个最后操练的时候 是 等于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好我请教你 他前面已经上午已经操了 操了一个上午了 下午再操 所以下午的这个操练 那边变成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嗯 在法律上没有 压死最后一根的稻草 跟其他的草堆啊 本来就放在上面的草堆 谁的最后会最重 基本上就是要 連那个所谓的因果关系 就像 你在别的地方开刀 对 然后不行了 送到我的医院 我到我这边医院 我也救不了 可是谁开刀有错 嗯 你的死因可能跟我最后这个 动作没关系 跟你之前的那个原因有关系 是 所以因果关系的中断 中间因为可能有 他中间会有其他的因素 跑进来 比如说打你一拳 嗯 你两年后 眼睛瞎了 嗯 中间那两年的状况 你是不是有撞到别人 这个就要去证明 因果关系中断 是 那回头来就是所谓的鉴定 鉴定他的原因 嗯 那上午操 造成下午操 嗯 这个结果绝对是累积的 绝对不会是 你这一种 我是一种 直能犬一种 一定是累积的结果 一直累直下来 就像鸭齿追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直压到最后一根了 你再放下去 你身体不好 你不会马上反应 就像我打你眼睛 你不会马上瞎掉 你可能两年后才瞎掉 可是你能不能说 你这眼睛瞎跟我打你没有关系 嗯 不一定 那还要看说 这两年中间有没有其他的因素造成 嗯 所以类似这样的 你看很多案例都是后遗症 嗯 你前面的操 跟结果 完全没有关系 嗯 不太可能 是 不太可能没有关系 那中间可能有别人的介入 另外一个医生来看 或另外一个事情的发生 甚至你跌倒了 嗯 类似这样的东西 所以每一个的因果关系 要透过很清楚的鉴定他的原因 像我讲的刚刚那个案子 嗯 那个就送台大医院鉴定 对 就两年后眼睛瞎掉的原因是什么 要看你的年龄 嗯 要看你的状况 好 送你外力的因素 最后法院认为说 就 这种情况 嗯 视网膜玻璃 外力的因素 居于50%以上 法院还是认为 这两年后下掉 还是你的原因 是 你必须要去交代 这个外力 嗯 跟这个后面的下午的操练 嗯 嗯 这中间的凭什么排除他的因果 是 凭什么 OK 如果没有排除因果 他总有一个 最后总有一个 跟他的死亡是有因果关系的 嗯 而这个人有没有遇见可能性 这个人有没有 去听他的求救 嗯 有没有不作为 嗯 你有没有看着这个结果发生 而没有 要帮忙的 或者是停止你的行为 是 如果大家都说我不知道 对 那这孩子不是很苦 好 那我们先进入广告 广告之后来聊一聊 不作为犯是不是每个罪都罚 是不是 是不是都要罚不作为犯 进广告广告之后去聊 好 嗯 那就是不作为犯 就是一种 好 有不确定故意 所以 我认为法官在这上面必须还要再查清楚 所以该罚 对不对 好 那第二个 有一个人死掉 洪东就死掉了 结果呢 他的死呢 跟从官禁必进去 一直到整个操练 操到死的 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一定会有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小组 必须来负这个责任嘛 嗯 那为什么法官他 他没有这样想 我刚刚讲了 施行俱进 就是官禁病不会死 嗯 官禁病 过度操练 可能才会死 对 就是说前面那个旅 我认为这个法官的 用的法条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嗯 但后面这个旅 他们操练的结果 造成死亡的结果 对 他们我刚刚讲 他求救了 他反应了 他都没有人要去停止他 这些人是不是有不确定的故意 嗯 所以好就算是这三位法官所判的法条 都是对的 都没有 大家都没有要他致死的结果 对 但是 从他们的罪行来说 其实都是五年以下 六个月以上的本性 嗯 那甚至有的 只判到几天 嗯 就同样在量刑 我们讲一个 车祸不小心撞死人 嗯 没有和解的情况下 几乎没有判医科法金 几乎要关 而且 两个都 最好七个月 七个月 一年 十个月 一年两个月都有 但是 怎么会到一个致死的结果 就算是五年以下的罪 是 你可以判到 八个月十个月 是 判到六个月让他医科法金 嗯 这个就是 而且加上目前 其实他们没有接受和解 对 所以也就是说 量刑来说 这是今天国人 大家会很质疑说 明明是五年的罪 你为什么要判一个罪 清的六个月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回到 案子的本体是 有没有搞清楚这个部分 尤其是大家还记得吗 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东西 叫做 那个监视器画面到底到哪里去 对 到底的交代是什么 是不见了 还是怎么样 如果真的就是那三段不见 你还不认为他们有不确定的故意吗 所以他有国防部嘛 所以他就是说 是一个黑布盖子 黑箱作业 就今天弄了半天 重点还是回到那个监视器的 嗯 然后没有不见了 然后交代 然后就是不见了 所以为什么大家不相信国防 不要把他弄到司法 如果司法还不能交代这个 我还蛮期待看到 那个监视器的交代是什么 他还可以上诉嘛 是不是 一定会上诉 那上诉之后呢 那被告也要上诉啊 对好不好 那我们再看 大家关注这个案子 然后看看他怎么 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好不好 你持续来关心 谢谢法杉山到我们现场 谢谢